年终好彩头是获得美国芝加哥阿法伍德基金会的一笔巨额捐款 500万美元相当于台币1亿5000万元 指定专款专用在云门淡水园区的相建工程 阿法伍德基金会的创办人弗雷德·埃克纳 是美国成功的传媒企业家 拥有数家电视台广播电台 四度赞助云门赴芝加哥演出 还曾经参与制作2005年云门的《狂草》 阿法伍德基金会最为试人津津乐道士 去年捐出了英镑2000万元 相当台币10亿元 给母校伦敦大学雅飞学院创该校记录 而云门位于护尾炮台的淡水教育中心 过去是对大陆新战的中央广播电台就职 2008年新北市云弄云门使用40年 这个地方我想当年是工兵建的 非常的扎实 所以它可以很多发展的可能性 有了1亿5000万元的溢柱之后 排练场办公室400个座位的小剧场 还有容纳2000人的户外广场 都将更为精致 目前主体建物已经完工 预计今年底全部竣工 2015年春天展开营运